最近杨子和诚意的新剧《沉香如蟹》 可谓是物了频出啊 先是张杰张亮莹演出的主题曲MV 又是情人节当天的《撒糖花絮》 真的是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而作为女主的杨子呢 更是在同时期一连上了好几个热搜 其中最让人惊喜的 应该就是她在剧中的《白发战损装》了 让人看着十分的心疼 这破碎感又是一部瘧剧无疑了 但让人疑惑的是 在杨子工作室转发的新剧宣传下 却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声 取而代之的则是要求姊妹的自拍营业照 甚至在粉丝宣传杨子的代播剧中 也没有将《沉香如蟹》放入其中 而这些原因呢 还有源于早期欢瑞的骚操作 从这部剧筹备开始就一直在搞事情 先是男女主还没确认就开机 让诚意一个人在片场 其次光女主就网传了好几个 最后迟迟未定才确认杨子出演 而且声明中还特别感谢杨子的帮助 表示之前有给杨子递过剧本 但当时呢因为当机原因已经婉拒了 之后再次邀请才确认下来 这番话在粉丝看来无疑是救场行为 并不是杨子自愿 再加上声明中三个显眼的概章 更是让粉丝确认了欢瑞的逼宫行为 对这部剧的意见越来越大 甚至于集体抵制欢瑞和杨子工作室接这部剧 可以说那段时间是杨子脱粉和被黑最多的时候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沉香如蟹》时 粉丝从天再提的原因 但至于脱粉呢 我觉得还是大口不必的 毕竟我们喜欢的是杨子本人 所以对他的剧和角色期待 还是要期待一下的 况且从剧组的选角来看 男主诚意的演技也是很不错的 如果剧本和剪辑能够稳定 那应该也会是一部好剧 而且更关键的是 因为早期娱乐圈内的各种事情 杨子本来应该开播的新剧也都推迟了 青森行被迫下线 余生请多指教突然撤挡 开播的就剩下一部 女心里失老 昨天该剧中杨子和景博然的组合十分讨喜 两人在剧中的表现很不错 当时还引起了不少的热议 其中关于他俩女孩冲冲冲的黑历史 我可是记得尤其深刻 孙权 你知道什么叫 当当当当当当当 现在谁在跟我说当当当当 我就把她当成当当当 而且更搞笑的是 在景博然最新出演的综艺里 我还看到了 杨子同款掐人钟 这种人穿人的情况 大概率是被姊妹传染了 之后姊妹就很少活跃在大家面前了 大多数看到她都是在红桃活动上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如今算一算杨子的带播新剧 除了目前官方正在宣传的陈湘如谢 还有预计在今年上映的电影列读 就只剩下一部 余生请多指教了 关键这三部剧还都没有定档日期 等的观众们也十分着急 尤其是余生这部剧 好不容易盼到了定档 却在快开播前突然宣布撤档 真的是气得一口老血吐出来 不过好消息是 去年的11月15日 杨子和欢瑞的合约已经到期了 而且也没有了续约的打算 这对于粉丝来说 应该是最值得庆祝的日子了 相信在以后独自前行的道路上 杨子会变得越来越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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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